母亲节与教师节即将到来 此机志工安排让宾城纸罗巴向安庆班学生 到邻近的霸地厂参与制作手帕 作为妈妈和老师们的礼物 我们就感觉到这个霸地霸就是一种文化 那么这个孩子我认为是应该要来学习 来了解 那么我们就凑备了 由孩子跟老师一起制作这个篮子 所赌来的钱就用来买布料跟颜色 那么让孩子自己填上颜色 当然就是油网巴迪厂的老板在帮我们引导他们 巴迪厂老板也是其中一位安庆班老师的父亲 在老师的牵引下 学生和志工一起学习为巴迪上色 届时把这门传统手艺传承下去 因为他们不常做巴迪 我以前在老师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 我会教他们做巴迪 所以我会分享给他们 如何做巴迪 然后他们感觉到如何做巴迪 所以他们会知道 随时随时随时 什么做巴迪 亲身体验巴迪之作 学生学到新技能 也把对母亲和教师的爱 蕴藏在手帕中 大爱新闻 潘文林 蔡迪根 马来西亚报道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远离灾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